你要打我 不、不、不敢打你 歌仔戲、金劇、乱坛戲、北館戲、客家戲、玉劇 各家傳統劇團、新秀門、輪番上陣 帶來精彩片段演出 邁入第八屆的台灣戲曲中心 成功新秀舞台 由劉美芳教授担任策展人 以妖眼、爭劍、雙軌、並行方式 廣納各類劇種結出一生 参演新秀、生誕、盡、醜、航蕩、俱全 展現強烈企圖心 要在舞台上秀出拿手絕活 歌仔戲、金劇、玉劇 大概算是我們成功新秀舞台的基本款 但是我們今年的歌仔戲有了錄音班 我們去年不小心缺席的亂談戲 今年捲土重來了 我們還有第一次出現在成功新秀舞台的北館戲曲 一個兵維的劇種 我們要努力認真地來救他 所以不只是在劇種上面 我們希望是多元劇種在同一個舞台上面 大家可以相互競技 也可以相互觀摩 同時在演員上面 剛剛主任特別提了 十四位裡面有十一位是第一次在上這個舞台的 我們希望讓更多的年輕朋友有機會被看到 他們其實已經蓄積了滿滿的能量 但是因為在劇團裡面票房考量 實際的很多的行銷的策略 很難讓他去當一線主演 但是在這個舞台上面 他就是一個center 他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十一位新秀裡面 我們也特別關注到了 有幾位是很積極地參與我們外台演出的 外台的演出場域其實環境是比較嚴苛的 是比較艱辛的 那這些年輕朋友們 願意這麼接地氣的在這樣的團隊裡面繼續成長 所以我們很希望他們也能夠在不同的場域被看到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其實如果是學生行啦 學彈爵 好像比較有機會可以當主演 可是花蓮跟醜行也都是我們劇團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們今年這十四位的朋友裡面 我們是這四個行檔一應俱全 誰都沒被落下來 今年十四位參與者中首次入選的新秀就多達十一位 顯示議師在傳承過程中後繼有人 傳譯中心主任陳月宜表示 成功新秀舞台具有傳承 自我的淬煉 以及棒棒接力的意義 也是最感動人心的所在 我想這名字成功大家應該就知道成詩之功 然後讓新秀們站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這聽起來很容易對不對 實現起來我想所有在團都知道很辛苦 那我想這個也是我們新秀們最厲害的地方 它必須承擔在眾星拱月的時候 它必須承擔什麼叫主演 站在舞台上的主演是眾所目光的焦點 它承受的壓力之大 那麼也是最淬煉自己 讓自己更上一層樓的地方 那麼新秀舞台其實成功新秀的對我來講 我自己賦予它三種意義 第一個叫傳承 也就是剛才主持人評論會介紹到我們的藝師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成功它有成詩之功 所以就會有藝師無悔的付出跟教導 第二個對新秀來講自我的淬煉 為什麼 新秀我想能夠站在成功新秀舞台上的 所有的新秀 絕對配合著劇團 或者是配合著其他的大咖的主演 都演過很多出戲 可是那種演出 跟你有一天 自己要負責整個舞台的亮麗的時候 新秀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而在這種有老師會盯著你看 有自己跟同業的比較 有整個觀眾的評價 還有整個劇目演出的總成敗 那種壓力對新秀來講 它如何在這種高壓之下 又能夠在舞台上盡情揮灑 展現自己的亮麗 很不容易 所以我也必須跟所有 其實今年十四位的新秀 我必須跟大家講 所有的新秀 當你們能夠來報名參加 能夠被選上了 被邀眼的 你們就是很成功了 第三個 是我在看成功新秀舞台的 另外一種感覺 那就是棒棒接力 為什麼我會說棒棒接力 戲一人難成戲 他必須有血眼人員 我們看到新秀的血眼人員 學長 學姐 老師 恩師 通通都有 大家只為了什麼 為了成就您的舞台 為了成就新秀的舞台 大家不管角色是什麼 甚至於有些 曾長演出不講一句話的大咖都有 所以在這邊我就看到了團結 看到了戲曲 看到了傳統戲曲 很特別的精神 那就是一代傳一代 2024成功新秀舞台 從10月17日起到11月3日 連續三週在台灣戲曲中心 小表演聽演出 邀請熱情觀眾走進劇場 欣賞好戲 見證新生代演員 在資深藝師教授下的成長 同時品味傳統老戲的 歷久彌新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